大家好,我是Danny 溫靈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Alright! Yeah! 今天不能用Clip Mic 試管我Clip Mic沒有電 還沒買電藥 所以為了用我這個Bump Mic 可能的聲音不太好 沒辦法,經濟低了沒有? 連電藥也買不起 Anyway,Hellboy 因為地獄男爵已經上映了 大家可以去戲院看 但有些朋友可能很喜歡 有些朋友可能不太喜歡 而且有些朋友會覺得 什麼?Hellboy 這個Danny 溫靈命 跟你講解一下 有五個事件跟大家分享 Are you serious? 4 5 2 1 2 3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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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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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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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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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這個手很厲害,可以令到世界末日 又傳了,漫畫說這個手原本是大魔王的手 慢慢傳傳傳給Hellboy 漫畫Hellboy Baby的時候很慘 他爸爸割了他的手 之後就用Hand of Doom 湊在一起,才送他入人間 Soul Hutsang 亦有說Hand of Doom可以令到世界末日 幸好Hellboy在人間生活 亦被人類好感照顧他 所以他自己本身喜歡法姦 每日這件事就不會發生了 第一個Facts是Hellboy,究竟是魔還是人呢? 其實他是半人半魔 半人半鬼 半人半妖 總之一半一半 那他媽媽是一個烏婆 以前他媽媽開壇 請魔王上來 結果大家都互相愛上對方 他們就 搞事了 這樣就有了Hellboy 為了要保護他這兩個女兒的話 所以索性大魔王 接著他媽媽落地府 一起生存 直接到Hellboy生出來為止 第三個Facts就是Hellboy原本想賣給DC Comic 只不過DC Comic 覺得這麼邪惡 這麼窮 我們決定拒絕了他 DC Comic 一直以來比較黑暗 但沒想到黑暗 黑暗成這樣 第四個Facts 2019年的Hellboy這部電影 其實原本是大三集 只不過在半途中間 他們就Cancel了取消這個想法 直接reboot了新電影 所以在二雷九年這部電影裡 有一點不相不探的感覺 也有很多事情沒有交替清楚 另一個Facts 但Facts是Hellboy的角 其實是可以生長的 只不過他自己本身 不容許他去發生 因為當他發生了生長的話 他就會帶來一個很不必要的麻煩 會令到人間和魔界 有一個Crossover混亂 會令到大家誤會了他 要變成地獄之王 還有一個提示給大家的 就是Hellboy在漫畫裡 結果是很慘的 知道自己沒辦法在人間生活 亦知道地府裡的魔鬼 忽時忽々想破壞人間和地球 所以他索性犧牲自我 落地府做地獄之王 有他統領的話 他就可以避免到 那些壞蛋、魔鬼 上來人間破壞地球 因為他話事 罷事人 你要做什麼都要經過他 他不批評的話 你是不是想死啊 之後你問我 究竟2019年這個新的Hellboy 好不好看呢 真是見人見識 如果你喜歡那些傳說的故事 魔法的怪物的話 這一部的而是一個 挺Entertainning 挺好玩的 看了那麼多好看的 超級英雄故事 看一些不是那麼超級英雄的故事 其實超級英雄 應該OK吧 你自己本身看了Hellboy沒有 以及你喜不喜歡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知道的 那記住呢 再放個魔鬼的Emoji 那樣我看到了的話 我就會回復你啦 當然到最後最後 還是呼籲大家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這個鈴鈴 因為有芯片的話 我就會鈴鈴你啦 你們明白啊 Very Good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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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